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你联合白衣生装病的事 我一点也不知道吗 蓝忘机抬眼 瞳孔骤然睁大 叔父竟然早就知道他没生病了吗 那 不对 明明前不久叔父都还陪着他附检的 而且那担心也不是作假 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不过 蓝忘机想 现在也没有多想的必要了 叔父 蓝忘机垂下眼帘 眼中闪过一丝愧疚 明纯道 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我 蓝起人道 你对不起的 是你九泉之下的父母 你对不起的 是你以后的人生 不过 既然我拆散不了你们 你也无法听尽我的劝 你就是喜欢魏无限 你们都非彼此不可 那我也不想再做棒打鸳鸯的恶人了 你们的人生 让你们自己去过吧 只要你们将来不会后悔 不会的 蓝忘机插话道 我不会后悔 高中的时候 他一个人跟好几个混混打起来 把我从那些人手中救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好应用 他就像一个超人一样 在我危难之时贸然出现 又像一道光一样 照亮我的生活 闯入我的世界 说起这些话的时候 蓝忘机满眼都是温柔和坚定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知道 这辈子 除了他 我不会再喜欢别人了 文言 蓝起人深深吸了口气 决定好了 就别再变了 明天两家人的见面 我已经安排好了 文言 蓝忘机一直紧绷着的心 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帮蓝起人把空了的茶杯蓄满水 感激道 谢谢叔父 告别了蓝起人 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 蓝忘机便没回去 直接开车去了卫视集团街卫无线 卫视集团的员工们经过上次的警告 现在已经不敢给蓝忘机脸色看了 欠了多恭恭敬敬的打招呼 蓝先生好 来接董事长下班的吗 蓝忘机清冷着一张脸 轻轻按了一声 董事长还在办公室呢 秘书笑盈盈地道 需要带蓝先生过去吗 不用 蓝忘机赶紧拒绝 我自己过去 她并不想跟任何女性有任何过境的接触 安全感这东西 是这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 因为不需要太多金钱来堆砌 但同时 安全感也是这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 因为需要你付出的时 你全心全意地呵护和所有的偏爱 总裁办公室的大门没有关 蓝忘机一走进 就看见魏无限端坐于总裁以上 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 早上出门前才给她系得整整齐齐的领带 又被她扯得松松垮垮 这衣领口的扭扣也被截了两颗 露出一点精瘦的锁骨 这个季节本来不该穿这么少的 可年轻人就是爱臭美 颇有种只要风度 不要温度的感觉 好在办公室里的暖气开得足 即使她只穿了一件薄衬衫 也不会感觉到冷 蓝忘机站到门边 一只脚已经跨了进去 先是想到什么事的 又快速把脚伸了回来 抬手轻轻敲了敲门 不用进来了 魏无限连头也不抬到 我要下班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话落 就听见右脚步声走了进来 魏无限在键盘上 敲下最后一个字后 抬头不跃道 没听见我说 蓝湛 话音未落 就见蓝忘机已经站在了她的跟前 温柔的眼神望着她 我来接你下班 魏无限长节闪了闪 你怎么会提前下班 今天这么轻松的吗 不是 蓝忘机到 我有事找叔父 提前走了一会儿 魏无限嗷了一声 开始给电脑关机 也没多问一声 蓝忘机找他叔父是什么事 他关了电脑起身 蓝忘机已经拿好了白色羽绒服往他身上披 你看看你 这么冷的天气还穿衬衫 再给冻病了怎么办 是谴责的语气 语气里却是满满的关心 不会 魏无限凑上前去亲亲蓝忘机的唇角 我外面不是还要穿羽绒服吗 魏无限伸手套进蓝忘机 递过来的衣袖里 然后就那么站着 任凭蓝忘机帮他把扯乱的领带 重新整整齐齐的记号 像个十足的少爷 蓝忘机向来是愿意伺候魏无限的 他将魏无限的羽绒服拉链 拉到最高的位置 又把自己的围巾 接下来围在魏无限脖梗上 确定已经把魏无限捂得严严实实 不会被动了 才握住魏无限的手 把魏无限的手揣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两人一起出了办公室 一路上有人打招呼问好 魏无限就笑着点头 蓝忘机也跟着扬了扬唇 都知道他们有个难懂事长夫人了 别说是两人只是公用一个口袋 就是在亲密些的动作 他们也不会觉得有多奇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